陳水扁總統對於我的問政表現就是給予肯定啦 他覺得很年輕然後問政表現很不錯 也希望我繼續努力 那當然他也是跟我說要做好現在才有未來 那我覺得這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現在先把自己分內的工作做到最好 當一個稱職的國會議員 包括推動民主的價值啊 然後把高雄的發展顧好 這些都做好之後那才可以來討論未來的下一步 那因為其實陳水扁總統他是一個非常年輕就當縣市首長跟總統的 包括他44歲就當台北市長 然後49歲就當選台灣的總統 然後那時候他的口號就是年輕領袖世界潮流 那他也用他當時的口號來勉勵 我覺得說現在非常鼓勵年輕人多多參與公共事務 然後也覺得應該要多給年輕人空間 那他是用他自己的經驗來勉勵我 那倒不是說要在哪一屆就應該要來參選 而是說他覺得年輕人是很有未來的